根据金融市政府1999专线统计 近期民众询问度最高的是劳工纾困相关资讯 因此金融市政府方面特别说明 目前政府在弱势加码及劳工纾困的补助方案 其中弱势民众4到6月每月加码补助1500元 低薪及无雇主的劳工每月则补助1万元 目前中央的部分有关于防疫的补偿金 这是每天1000块 回缩到今年的1月15日 在检疫两年内都可以申请 目前是从3月23日开始来受理 目前金融市已经有919人来申请 经过复审后就会进行拨款 第二个是吉耐纾困的实施方案 这个是1到3万元 不过本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申请 所以我今天也在事务会议特别指示 相关的局处多加宣传 让所有的民众都能够了解政府的一个美意 然后也可以支持你的家庭跟生活来解决你的困难 那另外是刚刚有特别补充 弱势津贴的一个加码 这个也是中央的一个德政 每个月加拨1500元 那金融市有资格是14,221人 那金额是2133万 那在今天大家去刷布置 就可以看到从行政院直接拨的这个经费 已经录到你的一个账户 所以也请符合资格的一些民众 可以去确认一下 另外就是我们金融市政府有自行订定的市民急难救助的这个补助 这部分最高的金额是1万元 目前也没有人申请 所以这部分也跟所有市民朋友来呼吁 政府包括市政府跟中央有总统的措施来协助你 度过这次疫情的难关 这个所谓的自营作业者或者是 无一定雇主的劳工 无一定雇主的劳工 那从昨天开始就可以像我们金融市内 你所投保的179家职业工会来申请 179家职业工会来申请 那昨天大概申请的一个人数 大概都已经将近3000人 对于金融市政府提供的急难纾困 及市民急难救助 李洋蔡也要求相关单位重减重变重宽 让有需要的民众可以及时获得补助 顺利度过疫情所造成的生活难关 记者张其辰金融报道